第一次見面,第一次上來刺冊樂壇 沒錯 歡迎這位朋友叫做黎啟豐Edward 是,大家好 既然跟大家第一次見面,就多介紹自己 好,我是Edward黎啟豐 我是今年的新人 出了一首歌,叫做三生有行級挑選 是這麼多 是這麼多 說少少背景資料給大家聽 你是從小到大都希望做音樂,想做歌姓 還是,不打不撞,我真的入了這行 我想幾樣你剛才所說的都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小時候喜歡唱歌 亦都因為家人的分途 在我小時候,他們會在家裡唱K 我小時候也有入合唱團 所以對於唱歌來說,都有一定程度的熱愛 亦都喜歡站在台上 亦都是的 我小時候想要做歌星 我想很小時候,大家都會有明星夢 例如電視上有明星 唱歌,都會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體驗 那會不會是因為這樣去參加第一屆的全民造星 參加全民造星是一個機緣巧合 因為當時我比較頻繁出Busking 18年的時候 通常你出現的地區是旺角 尖沙咀還是銅鑼灣 尖沙咀比較多 當時我有一隊Busking團隊 然後比較頻繁地出 在Busking的界別中,其實你是活躍的 當時活躍的 當時電視台有些編輯者 可能在招募比賽的參賽者 所以他們就聯邀我們Busking團隊 主動問你們有沒有興趣去參加 對,好像邀請一樣 當時我覺得好像挺好玩 我就試試看 我可以說回為什麼我會入行 其實我除了Busking之外 我也有在餐廳做住場 都長達兩年 就是你一個當作兼職的工作還是怎樣 興趣 但你同時間還在讀書 不是,正在工作 你畢業多久? 畢業兩年 三年 三、四年 即是參加完《造星》就畢業了 剛好就開始找工作了 那你的正職是什麼? 之前我是教書的 在餐廳唱歌 其實都持續了兩年 其實跟公司老闆的認識 都是因為在餐廳裡 他就是我的一個客人 他就在我唱完歌之後 跟我打招呼 他又有一點點讚賞 他讚賞你什麼? 聲底挺好的 他講了一個故事 我跟朋友在這裡吃飯 他們很專心吃,我專心聽你唱 但他看不到我的樣子 因為他在餐廳的角落位置 然後他跟我打招呼之後 我們交換了聯絡 之後也不是直接有任何聯絡 你當時也不知道他是老闆級 或者是經營唱片公司 甚至是娛樂事業 是不知道的 所以也覺得這個感覺很神奇 突然轉得很快 直至什麼時候呢? 他就告訴你 開這個底牌出來 其實我老闆也 他本身也不是主要做這一行 我想他很想幫助一些年輕人 無論在拍攝或音樂上 他都想幫助一些年輕人 所以我想很感謝他欣賞我 給我一個機會 逆投資在你身上 那你決定得快不快 或者正如你所說 突然間轉變很大 你這次準備好了嗎? 我準備好了 因為我覺得 我已經27歲 我參加比賽時23歲 我覺得人生什麼都要試一下 所以我覺得 我又不會說很害怕再想很多 因為不走出這步 就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所以我覺得 我一決定要踏足這一步 我的決心很大 你作曲的模式是怎樣? 主要是用結他 還是夜難人做 還是依舊是洗澡的時候 最澎湃 這首歌是怎樣走出來的? 這首歌是彈出來的 因為我本身 其實我想嘗試彈一些不同的chord 然後彈一下 不如嘗試彈到 melody line 所以我這首是彈的 不過其實我現在 正在摸其他方法 我都試過彈著結他 然後唱 即時唱 但我覺得這個方法 好像不太效果 因為 有時候你錄了一句 很棒 之後那句好像不太好 所以現在我都會轉型 一些新的方法去寫歌 最重要是可以改 沒錯 那句不好應該怎樣呢? 跟其他朋友交流一下 我想現在網上都很容易 大家互相DM 可以問一下你是怎樣寫的? 如果在這裡遇到這樣的情況 可以怎樣 不過我聽到另一件事 就是你一直用結他 結他之前你還沒有認識任何樂器 但現在又有彈琴 你全部都是自學的? 可以說是自學的 問問一些朋友 結他在大學的時候 問一些懂彈結他朋友 他教我之後就自己練習 你還懂什麼樂器? 其實學就學過很多 但不好意思說出來 因為其實這首歌 裡面也有強力 有很多東西 你展示製作的時候 你怎樣形容? 很平衡 還是你很準備好的製成品? 其實我有很多版本的展示 我本身最初當然是這樣彈琴 然後還要不開拍自己去唱 之後我就試試認真 試試可不可以加多一些不同樂器的展示 因為其實我沒有試過做編曲 然後我就覺得這首歌是有點傷感的 不如加一些弦 有些低音 有些小提琴的聲音 所以就慢慢加一些樂器 砌到一個我覺得有一點點感覺的demo 但也不是完全完成的 監製和編曲都是來自歪笑 這是公司安排還是你們一早認識? 我本身不懂歪笑 我跟老闆 因為老闆很喜歡他幫姜濤做一首My Friend 所以我們都覺得這是一些慘情歌 所以就很合理 對 他說找Y小好嗎?當然好 所以最後就找了他 這首歌我在YouTube看到不少留言 都說聽完之後哭得很厲害 即是觸動到他們 你自己覺得在編曲方面 或者是第一次跟Y小合作 那種待東西下桌的感覺是怎樣 或者他加你的Vocal又如何 在編曲方面 其實我都很相信Y小做出來的作品 所以前後我們改過一次 就是intro我覺得可以再痛多一點 只是改了intro 之後那些都沒有改過 為什麼可以令他更痛 他用了什麼方法 這個就是他的利害之處 你原本的音樂是否在琴開始 對 沒錯 那現在呢? 然後慢慢加了一些string 還有一個位置我覺得很興奮 就是在錄音室看到真人幫我拉string 和自己電腦按出來 對 而且聽我的音質 我自己的歌竟然有真人幫我拉string 我覺得很感動 自己已經感動了 入到錄音室 就不同Busking的唱法 入到錄音室 自己的聲音都放大了 沒錯 那些瑕疵都出來了 那個感覺是怎樣? 那個感覺就是 首先我覺得Y小的角色 除了監製 在我的角度 因為我自己是沒有真正識識之前 學過唱歌的 所以他好像我的唱歌老師一樣 你應該在哪個位置 怎樣唱 加一些氣聲 或者什麼力度 令到再痛一點 不過我跟Y小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他經常偏重的那些位置 就是我做不到的 他說你給我70%力 然後我想什麼叫做70%力 可不可以有個量度計 所以我覺得整個過程很奇妙 然後到拍MV MV裡面我想整個故事都呈現了 喜愛的寵物離開了 然後變成動畫去思念它 其實這份歌詞是來自文偉業 都已經很有畫面 一例就是 是某夜我欲失水淚外企 是 沒錯 我覺得它的詞 真的好像帶了你入故事 所以我們拍MV 都循著它歌詞的走向 去想那些不同的環境 我覺得這個故事 我們構想出來 其實某部分 可能都是真人真事 改編 因為很多養寵物的主人 都可能會經歷這件事 就是可能有些寵物特發事件 又或者是它年長 真的會離開 所以整個故事 想大家看MV 加上我的歌曲 有個共鳴 而且可以隨時 散聚有時 沒錯 就是這一刻 它還在你身邊的時候 給多點時間 給多點愛 給大家 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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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